这个视频适合朋友们分享一下 如何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变现 如果我给你展示这样一个绿色 是微信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和微信logo的主色调 我想很多人会认可的 但是如果我给你展示的是这样一种橘红色 我告诉您这是微信家族又新添了一种新的产品 叫做微信小商店 微信也就是腾讯公司是在2020年底 推出了微信小商店的 早在六年之前 其实腾讯公司已经推出了微信小店 但是微信小店和它同期更早时间推出的微信小程序 应该在业务上还是有冲突的 因为微信小商店 它是一个免费的购物车的一个商城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个人 公司或者是工商个体户都可以使用微信小商店 来免费搭建自己的购物车 实现了你免费建站和免费网上销售的这样一种功能 所以我个人觉得微信小商店的推出 应该说对于微信小程序是一种业务上的冲突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家族的三个产品 它的主打的三个产品 一是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是一个自媒体的一个平台 单位个人都可以开通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向外进行圈粉丝 发信息 扩展自己潜在的客户 销售自己潜在的商品和服务 这是微信公众号的功能 那么在2020年的12月底 同期腾讯公司应该说是有一个大的步骤 它的两个重要的拳头产品出现了 一个呢就是微信视频号 第二个呢是微信小商店 我觉得这两个产品的推出啊 应该说腾讯公司本身呢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外部压力的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微信小商店啊 它其实它的功能啊 应该说是模仿抖音的直播带货的 因为现在自媒体的平台 淘宝呢 它没有自媒体 它只是一个纯的购物车商城 进行网上电商的一个直接的销售 那么抖音呢 它既有自己的直播带货和自己的购物商城 来实现这样一个交易 同时呢 它又有一个社交平台 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从市场的拓展 以及这个自媒体的转化上来说 应该说抖音的这种模式啊 还是很有冲击力和杀伤力的 所以呢 随着抖音一炮走红 应该说现在很多好几家中国的一些 直媒体平台 都是朝着这样一种模式来进行发展 比如说小红书啊 快手啊 西瓜饰品呀 百度公司推出的百家号啊 所以呢 这也是迫使着微信 腾讯公司呢 推出一个免费的小商店这样一个产品 经过过近一年的使用呢 我觉得微信小商店 它的功能啊 还是比较齐全的 你像是商品的上架 免费进行网上的注册 所以我一开始跟大家说 微信小商店 它的主色调是橘红色 或许有些不熟悉的朋友呢 还会觉得有点意外 好 希望我这样一个视频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还想进一步了解 更多的微信小商店的知识 请关注我 那么我会在以后 更多的视频中 会给大家分享 小商店 微信小商店的使用 和运营 以及后台的管理